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带你掌握的是晚间最新讯息 这是艺人申东静 他先前住院动手术要取出的是脑中的血块 不过这1月8号才传出他住院昏迷的消息 不幸的是在今天晚上他过世了 那么其实在昏迷期间就曾经有消息指出 申东静曾经向警方坦承 他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 因此有借由吸毒来帮助睡眠的习惯 而这次的昏迷也是跟毒品有关 那么据了解申东静昏迷之后 他的身体状况一直没有好转 而下午就在家属的同意之下 已经决定把管放弃治疗 而晚间申东静就在新北市瑞芳的家里过世 得年29岁 好 接下来要带你掌握这则讯息呢 这是退休公务人员的年终奖金所惹出的争议 在上午民进党还有清明党跟台联党 这三个党团就联手提案说 要要求删除明年军公教年终的慰问金200亿元的预算 不过这提案被蓝银封杀了 因此没有通过 而最后通过的则是政院检讨版本 拍桌怒骂林淑芬江慧珍 两个女人战争一触激发 气氛曹景峰 你只敢欺负林淑芬 我不敢再前面 好了 两位不要吵了 吵翻了 最后还得靠立法院找王金平 劝架才告一段落 意外插曲就发生在立法院表决大政当下 退休公务员召领1.5个月年中 引发批评在野党提案要全数删光 无难人数不够多 最终已赞成45票 反对53票遭国民党团封杀 到时国民党团提案 要政院检讨版本 以57票对42票轻松过关 意味今年44万公务员依旧能领月退 一年要多花国库200多亿元 假决党真放水 退休后还在领年中奖金 我认为这个就是挑动社会对立的一个基础 并没有要拖的意思 国民党党团也认为这是有检讨空间的 蓝绿公司要检讨但怎么做 外传行政院将朝排复或是打折方向规划 但沉重否认 退休公务人员的一种年中卫文金的事情 我们是愿意很诚意来检讨这个事情 我们并没有讲说其他的一些 报商所看待的状况没有 当初因为公务员薪水比民间差 从民国61年开始给予补助 但时空转换 公务员早成了民众眼中最棒的工作之一 这些不合时宜的制度应该尽速修正 否则社会阶级对立只会越来越严重 三连新闻杨商千兄好 台北报道 好批评政府的目前还有谁呢 这是前卫生署署长杨志良 还18号参加了财税正义援桌论坛的时候 他就炮轰政府贪官A钱 不但文字馆很多 而且连中油拉或是台电 也都频频传出了自肥的丑闻 甚至他还说了 这前后任的财政部部长李树德 还有张胜和 是史上最差的部长 而且欺压劳工 税收也不公平 他还更呼吁政府说 宁可丢掉政权 也千万不要先失去国家 劳保金船破产危机 前卫生署长杨志良调明说 18发和公务员年终奖金早就该通通删掉 我觉得像18发借这个机会 还有这个 退休公务人员的年终奖金 这个拿掉 你就往这个好的地方去改 没有选票怎么样 大不了政党轮替嘛 跟你做对了 下次又会回到你嘛 宁可政党轮替 不可失掉国家 是重化也是真心化 杨志良点出马政府贪官A钱 不但文子管太多 连中油台电国营事业都搞自肥 GDP落后亚洲其他国家税收不公平 前后任财政部长李树德张胜和 在杨志良心中原来是史上最烂部长 如果李树德张胜和觉得他们是很好的财政部长 我是财政的外行 但是我有como sense 就是有这个基本的尝试 我愿意跟他们辩论 民众没有人相信这么 但是我们自己认总统大概很少人相信 就怕台湾前途崩盘 要马总统召开国事会议就经济 一字一句铿锵有力 大炮杨志良离开马团队 马辣发言更加毫无保留 三立新闻台北台中综合报道 好 近期有关公务人员的话题 也都陆续被拿出来检视 包括了烤鸡法 现在卷土重来了 通过说将公务员烤鸡丙等的比例 从原本3%降到了1%到3% 换句话说呢 如果公务员10年之内 他的烤鸡连续三次丙等才会被资浅 不问题是说 被评为丙等这期间 他的年终是照样可以领的 因此呢 朝野立委都不满了 他们说表现差还先留校查看10年 私人企业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 客人一进门亲切招待不敢疏忽 蛋糕店服务人员搭配万圣洁 换上红色洋装化身小魔女 迷地将近老板默默评分算年周 员工各个工作必拼紧 当然担心自己表现不好 因为如果说你包错蛋糕 造成客诉的话 那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店的名声 就是比较不好 刚来的实习生兢兢业业就怕犯错 毕竟私人企业像残酷舞台 一步OK明天不用来 但看看捧着铁饭碗的公务员 考基法送进立法院审查 考基比等比例 从原本不得低于3% 调降为1到3% 每年绩效吊车尾的大约2700人到8100人 10年内累计3次丙等才会被淘汰 等于留校查看长达10年 这段时间年终全照领 适当的淘汰或是适当的减合 应该是健康的了 这几年的统计资料拿出来分析分析 我们应该就知道什么样是一个合理的比例 李后院亲自背书 负担直击公务员上班情形对比私人企业 动作慢了好多拍 下公民众也是零零散散 负担相对少很多 公务员退休领年终 考基差也领年终 成了不仅气中 独一无二的好康一族 下令新闻李健道黄诗婷 台北报导 好 现在我们国内现行公务员的退休金问题 引爆各界的讨论 其实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新加坡是怎么做的 其实新加坡的公务员并不是铁饭碗 因为他们年年都有大考核 假如说不适任的话 随时都会被资钱 至于能不能够晋升呢 不是看年资 而是看你的绩效 而他们领薪水是领多少呢 其实跟这个整体的失业率啦 或是实质GDP成长率等 会有直接的联动 这也真正做到共体时间 说到新加坡公务员的效率 联能令人印象深刻 更令国人感动 外人羡慕 但是新加坡政府还能苦名所苦 今年一月新加坡政府大幅调整政务官待遇 其中六成薪水固定外 另外四成改采浮动薪资 跟民众实际所得联动 取消固定薪中的特别费跟领导加几 固定薪以外的变动薪最多可能有六个月 国民奖金最少就是一毛都没有 能不能多领 要看实质薪资中位数成长率 收入最低20%者 实质薪资成长率 整体失业率 实质GDP成长率等四大指标 让公务员跟百姓共提时间 新加坡公务员绝非铁饭碗 基层公务员起薪约五万到七万六千元不等 只有高阶公务员能领高薪 竟胜与否靠个人绩效 而非看年资排队 年年都有正式大考核 表现不好随时可能被资浅 绩效好奖金跟加几自然跟着来 没有终身保障 去年开始新人政务官甚至没有退休金福利 在这个全球都喊Costdown的年代 新加坡公务员的心情似乎比较能够贴近民意 三连新闻找我们这么到 现在国内看到的是退休公务员的福利真的不少 连在公股银行退休因员 也可以享有3%的优惠存款利率 而且不用缴税 而其中总统夫人周美清就是最佳代表 因为他三年前从赵峰营退休之后 他的存款年年倍数增加 靠的就是优惠存款利息来钱滚钱 就这样赚尽了173万 而更夸张的是这些公股银行的优惠利息 其实全靠政府来补贴 也就是民众买单 那么也就是每一位民众一年要负担800块 曾经是赵峰营高阶法务主管 总统夫人周美清为了利益回避 离开公股银行 但退休金优存利率13% 默默领 这些公银行 甚至这些公股 行库也不应该延续过去的漏规 应该做一次一致性的检讨财富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翻开检查院公布的周美清财产申报资料 98年存款104万 99年马上翻一倍279万 100年啪啪啪翻三倍354万 更一年突破476万 财富快速累积靠的就是公股银行退休人员优存利率13% 四年173万利息赚宝宝 但看看一般民众同样100万存银行平均利率1到2% 利息2万元 公股银行13%利息13万 起码6倍以上 13%这么高 怎么这么好啊 我也想吃13% 觉得很吃惊 为什么 因为不知道有那么高的利息 民众惊讶到不行 根本不知道公股银行利息优惠要全民买单 算算马政府执政五年以来 已经补贴184亿 平均一位国民要付800元 184亿可以让300万名小学生 营养午餐吃一年 36万私校大学生 三年不愁学费没着落 这么多白花花的工厂 只有公股银行退休员工享受得到 不止周美清成了另类大肥猫 世今小民怎么能服气 三位李正道黄世霆 特别报道 同时焦点话题的是 劳保基金可能破产 因此劳保局里面就挤满了人 很多的劳工都说了 他们非常担心自己辛苦一辈子的钱 就会这样子没了 所以他们急着想要把它领出来 不过其实有许多的劳工不满情绪 都已经到达了顶点 所以10月28号 在自主公联就有一场大游行 他们甚至扬言说要号召千位劳工 到时候要诞喜总统府 劳保局人员忙着分散排队人潮 13个柜台全开放 还有志工加入 放眼望去 劳保局内到处挤满人 就怕自己几十年心虎脚的保费 一系泡汤 不管是带着小孩还是翘班 就是要来问清楚 明远到达高点 网友说甚至有人在劳保局气到大骂 要死大家一起死 谁都别想理 政府可能不考虑了 因为这政策变来变去 让人民他也没办法放心 一辈子的辛苦 这样子就要被他被他倒掉的话 真的很可怜 行李的担心写在脸上 劳保局这两天涌进大批民众 到了下午两点多 叫号还是叫到两百多号 就怕应付不了 劳保局还特别开辟劳保教室 那是一个大的会议室 那很多同仁有在那里帮大家服务 不止北部 南部也喊出要提前解约 我要做门顶 但我有安全感 权益三番两次受到危害 劳工团体看不下去 自主公年28号将号召千人上街游行 揚言将要淡洗总统府 而台湾劳工进线协会也不排除走上街头 所以说现在退休人员他还可以领年终奖金 这样子的事情在爆发的时候 大家那个比较的相对的剥夺感 就一比较出来 发现怎么落差这么大的时候 那我想民众的这个反弹 那个情绪你可想的事就爆发出来 攻击政府政策反复 无法让人信赖 劳工团体酝酿走上街头 不只要捍卫自身权益 更要让政府听到心中的怒火 曾立新闻 陈立国 田居达 丽萍 台北报导 紧接着今天的世界聚焦 我们首先要来看到的就是中国解放军 今天在东海进行军演了 而且这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 而且整起行动呢是模拟说如果中国的公务船遭到外国攻击的话 他们要如何派出军舰来护航 而且这摆明就是要展示他们的军威 来宣示一下钓鱼台的主权 而这样大动作也让日本非常紧张 中国东海演习斩军威 模拟渔政船在争议海域遭遇外国阻挠 军舰和战机第一时间发动反击 海军部队出动了护卫舰 医院船 托船 舰机机 搜救直升机等兵力 兵力规模出动应该是近几年最大的 解放军参演部队都是精锐单位 包括最新的江凯二型飞弹巡防舰 周山号和徐州号 医院船和平方舟号 将苏凯二十七国产化的歼十一战斗机 以及专资反潜的卡二八直升机 近来周日敌意升高 解放军借口维权实际上剑指钓鱼台 中国新式潜舰照片也悄悄在网路上曝光 这款原级柴电攻击潜舰排水量约三千多吨 不仅装备重型鱼雷 而且能发射攻船飞弹 据传言原级的水下噪音 比知名的俄国Kilo级还安静拔备 是解放军最先进的水下武力 中日双方海空较近 7月到现在自卫队紧急升空54次 驱逐中国战机 而此前三个月相同情况只有15次 飞越防空识别区的中国军机 以电战机和侦察机占多数 中国文攻武嚇 企图抢回国际间的钓鱼台地铁主控持人 男医生人一线超过走 好 现在情势紧张的 其实还有南北韩 在南韩这边宣称 他们要在礼拜一会用这个边境的气球夹带文宣 来向北韩来施放船单 要攻击他们的领导人金正恩 不过其实北韩的人民军今天也威胁说 一旦南韩有动作的话 他们将会以无情的军事攻击来报复南韩 不过尽管我们提到 现在南北韩的情势非常紧张 但却有一位北韩金氏王朝的成员 他是希望两韩来统一的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是金韩松 我们也透过这个图卡的电影 来了解一下究竟谁是金韩松 我们提到其实金正恩有三个儿子 分别是金正男金正哲还有金正恩 而现在北韩的领导人 就是他第三个儿子叫做金正恩 至于长子金正男其实是流亡海外 那么至于金正男的儿子就是金韩松了 那么金韩松现在在国外留学 他还首度接受了媒体的专访 他不但打扮得非常时髦 而且他还形容说 现在的领导人 也就是他的这个叔叔金正恩 他怎么形容他呢 他形容他是独裁 此外他还透露 其实他对阿拉伯之春的人民革命很有兴趣 而这一番谈话呢 也颠覆了外界 对于这位金森的想象 一口流利的美式英文 刘洛斯对祖孙琴的渴望 北韩王朝金孙金韩松 首次接受媒体专访自白 阿公金正日 叔叔金正恩 就像陌生人 左父孙三人照片并排 身旗五官几位相似 金韩松1995年出身平壤 没几年老爸金正男被流放 一家人隐居澳门 但或许就因为这样的奇迹 让金韩松视野更开阔 更向往民主自由 即使是敏感的南北韩议题 金韩松也在镜头前大方分享 三代世袭的金氏王朝 冒出不一样的思维 期待有天阿拉伯之春 也能吹到北韩 我一直在梦想 那一天我会回来 让事情更好 让人们在那里 让人们在那里 三一周女士报道 好 最新国际消息还要带你掌握 这是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 在今晚间传出了恐怖攻击 这是汽车炸弹爆炸 而且目前已经造成了八个人死亡 有近百人受伤 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爆炸发生的地点 仍然有不断冒出浓烟 那么有两栋公寓被炸毁了 而当地这个就是基督徒群聚的住宅区 我要提到是受到邻国叙利亚内战影响 其实近几个月来 黎巴嫩境内的冲突 紧张 其群势都持续升高 目前还没有组织 坦诚犯下这个案件 接下这个特殊画面要来看 动物园里面怎么也会有霸凌的案件呢 就是在美国密苏里州 有一只浣熊它不明原因跑进了黑猩猩的园区里面 结果这黑猩猩实在是太好奇了 所以抓起了这只浣熊 又抓又摔 而且还抛来抛去的 那么在现场呢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啦 爸爸妈妈带小朋友到动物园来看 而看到这一幕这个黑猩猩欺负浣熊的画面 小朋友都觉得好伤心哦 接下来是在肥头草原上 也上演了一出这是大团圆的戏嘛 很感人 其实有一头八个月大的象宝宝掉进了大水坑 他使劲吃奶力气都爬不出来 就在一旁的大象妈妈其实非常的着急 只能够来回舵步 索性最后靠着保育员费尽力气抢救出来这个小象了 这个小象立刻头也不回冲向妈妈 小象摊完掉进1.5公尺深的水坑 怎么爬都爬不出来 象妈妈更是着急来回舵步 肯雅国家公园内这场意外 惊动了动物保育员 但为了顺利救出小飞象 必须先把妈妈支开 大象妈妈往前走远 因为现在只有相信人类有办法救出她的孩子 小象用力一动 前脚上来了 却又滑回去 保育员拉住橡皮 也被甩开 小象虽然才八个月大 体重已经重到好几个大男人都拉不起来 只得靠吉普车拼命往上拉 为了九牛二虎之力 小象终于被拖出来 任务成功 重获新生的小象 头也不回地往草原另一端飞奔 因为妈妈的呼喊声没停过 想变整个平原 看到妈妈 小象加快速度 憧憬妈妈的怀抱 一家三口宛如经历一场 生离死别 绝对不要再分开 三里新闻张欣恒报道 我们把镜头回到国内 我们要看到就是台湾电竞代表 台北暗杀星 他们在英雄联盟总决赛当中 立刻强抵韩国拿下世界冠军 而七位成员呢 今天就特别来到立法院 来拜会一下各党团的立委 他们希望政府能够重视一下 电竞产业的发展 不过其实比较有趣的是 在电竞的世界里面 有流传一个小禁忌 所以就是说如果跟政治人物握手的话 会带来虽运的 所以玩家们就称之为 这是死亡之握 这是真的吗 我们发现今天选手们都低调的否认 不过其实记者在现场观察 还真的没有人去跟立委握手 好来掌握这是台北地检署 侦办李宗睿案 因为这个李宗睿这个月23号 这个积压已经起满了 所以检方认为说 李宗睿还是有逃亡 或是再犯的可能 所以日前已经向这个台北地院申请延压 不过律师这边则是强调说 会争取交保 而最低限度也是希望能够解除禁件 不过最后法官则是裁定说 李宗睿维持积压禁件两个月 好当然我们要提到的是 社会非常关注的另外一个案件 就是叶少爷的酒驾肇事致死案 那么日前在辩论终结了 将会在下个月就要宣判 不过诸如此类的事件其实不断地发生 到底政府有没有决心要减少悲剧重演呢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online调查报告 今天的调查报告要来看 行政院在10月4号通过了刑法修正草案 把酒驾致死最高刑责提高到10年 政府之所以会大动作加重行动 就是因为酒驾事件层出不穷 以2011年来说就有439个人死于酒驾 平均每天都有人成为酒驾亡魂 而且最近10年来台湾的死亡交通事故 高居第一名的都是酒后驾车闯的祸 而且讽刺的是酒驾违规事件当中 竟然有高达三成都是累犯 这也曝露出酒驾遭取缔之后 法院顶多判缓刑或一颗罚金 恐怕是毫无嚇阻作用的才会一犯再犯 只是无辜成为酒驾牺牲者的 有七成多都是青壮年 他们很有可能都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支柱 换句话说酒驾扼杀的不只是保卫生命 还让许多家庭的经济顿时陷入 愁云惨物当中 带你来看 酒驾车祸害死在副驾驶座的朋友 还撞上等红灯的妇人 害她伸手易处无辜惨死 丈夫难忍悲伤也猝死 我对拜托家属感到真的很抱歉 造成这个意外 我真的也很不愿意 叶少爷的道歉 已经无法挽回两个破裂的家庭 他的荒唐行径 让无辜家属承受苦果 其中一个还是年仅八岁的许小妹妹 在短短几天内先后失去双亲 讽刺的是三条人民的代价 依旧患不醒这个社会 黑色轿车以时速破百冲撞机车 才刚满二十岁的两名男同学 送医后宣告不治 黑色轿车高速直接冲过来 后头的计程车在猛烈的冲击力道下 整个后车厢完全凹陷 车上乘客六十一岁的蔡姓婦人 警部受到重挫 大量出血 送医前没有生命迹象 一幕幕触目惊心的画面 让生与死再次切割 事实上 救驾肇事致死 近十年来 一直是台湾死亡交通事故的第一名 2003年 就有461条性命 成为救驾亡魂 2006年 攀升到727人 2009年的死亡人数虽然降低到397人 不过去年又增加到439人 平均起来 每天都有保护性命 因酒驾而划下据点 台湾你只要到任何的超商去 你看看 24小时卖酒不是吗 这东西我们酒取得太容易了 尤其是很多东西是很奇怪的 它看起来不是酒 其实里面是有含酒不是吗 第二个台湾的劝酒文化 这个是非常要不得的 劝酒文化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开谁 什么叫做开谁 什么叫做不起 我不要不要 你不要帅 你不要帅 四年前 艺人洪奇德 酒后开车上路 结果赔掉自己的前程 更葬送一名喜碗富人的性命 时间在往前推 2000年今年歌手林小培 贪恋悲中屋的下场 同样铸成大错 我只是希望 让大家知道 我很抱歉 车手林小培 6月6号凌晨酒驾 肇事的车辆不但变了样子 41岁的护士林淑娟 因车祸至此 老贝阿贝 不要用他头 你也也好 不要用他 屏东万丹小防分队 小队长陈庆才 发发风灾的救灾英雄 也成了轮下亡死的牺牲者 陈庆才的遗孀在面对伤痛之余 不得不扛起家中经济的重担 独自照料年迈的公婆 与还没成年的一双子女 其实许多被害家庭 也是一瞬间就失去了最重要的经济支柱 交通部的调查就发现 酒驾致死的被害者 7乘3以上都是轻壮年人 而这些原本可以避免的悲剧 都来自于酒后的乘快 台湾人很奇怪 我们去研究这个喝酒人习惯 很多人喝酒人很喜欢开车 他就会说开车是有种快感的 而且酒驾载犯率偏高 光是五年内遭到取缔 两次以上的就多达三成一 驾驶人敢这样一犯再犯 实在是法律制裁不痛不痒 地检署在侦办这个酒驾案件 在一百年就已经甚至达到了 七万三千件 但是在七万三千件里面呢 这个还起数就超过了三成 达到百分之三 六个月以下一颗罚金的 就超过一半有百分之五十四 真正有照提起公诉的 只有三点二三趴而已 也难怪有人会讽刺地说 预期拿刀子去杀人 还不如酒驾撞人 司法的侵判 酒驾者会心存侥幸 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因为如此 行政院会通过了酒驾致死 重判十年的刑法修正案 接下来就看立法院能不能通过 而对受害者家属来说 失去亲人又求伤无门 会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 因为很多肇事者会脱产 受害家属要申请假扣押 自己还得先付 动辄一两百万的担保金 而如果肇事者没财力 受害者是可以用强制执行的方式 扣押对方的薪资三分之一 可是五薪赔偿的肇事者 往往会赶快换工作 避免薪水被扣 这个时候被害家属 还得像是征信社的人一样 又自己去追踪 肇事者的下落 这真是情何以堪 不过这个社会 还是有勇于负责的 这位涂冰坤先生 五年前在台南酒驾 撞死了一名富人 和一名成大学生 为了赔偿 他坐了一年十个月的牢之后 到现在都还扛着 一千多万元的债务 就靠着与哥哥经营瓦斯行 咬牙长债 但是每天还是得靠念经 来尝心里的债 带你来看 折战闯破连环撞 现场实在太恐怖 无辜被央集的吉普车 闪避不及 擦撞了绿色小轿车之后翻覆 更惨的是 还追撞了前面两台机车 一名女骑士当场被碾死 现场血迹斑斑 2007年11月25号 喝到芒的男子涂冰坤 似乎还搞不清楚 自己已经闯下大祸 原本判刑三年的涂冰坤 在服刑了一年十个月后 去年假释出狱 但身上背负的是两条人命 万般的悔恨 这辈子得如影随形了 我不只后悔 我天天念经 就成如在做法会的时候 因果在因果还 事情既然发生了 就是马不停蹄 也不是 造成二死三伤 和追撞16辆汽机车的结果 是涂冰坤付出了 一千五百万的代价 当初他抵押土地又借钱 才凑出了赔偿金 所以出狱之后 他现在还扛着 一千多万的负债 靠着与哥哥 共同经营瓦斯行 咬牙努力 偿还欠债 但可不是每个仗势者 都会甘愿掏出赔偿金 2010年3月 靠着送报纸 修养双亲的男子黄俊德 遭到英国籍商人林克颖 酒后开殷氏车撞死 林克颖一审判两年半徒刑 但无悔意又不认罪 也没积极赔偿被害家属 高能法院家众改判四年 刑期服满之后驱逐出境 虽然家众判刑 但老伴正风又痛失独自的 67岁黄爸爸 至今没有等到一句道歉 更别说那一千万的求偿了 当被害家庭失去至情之后 求偿过程更像是对家属的二次伤害 有资产的肇事者 要担心他可能会脱产 至于没什么财力的 能拿到多少赔偿金 就得看运气了 他有时候是用分级付款的方式 可是他可能付了几期以后 尤其是在法院还没有宣判之前 他可能那几期他都会按死 可是有时候一量刑 或判刑以后 把一些是缓刑 或是一颗法金 之后就逃逸不中 即使可申请强制执行 但对于躲避赔偿的肇事者下落 被害家属得自己追踪 他们每年可能都要去查 说这个应付赔偿责任的人 是不是有在上班有工作 或是有继承到遗产之类之类 其实在求偿的过程中非常辛苦 事实上政府也设立了 犯罪被害补偿金 就会对犯罪被害者 或被害家属的国家补偿照顾 只是生命无价 一个数字能弥补多少 情何以堪的求偿之路 跟着被害家属踏出伤痛阴霾 只会越加漫长 好 为了遏制酒驾 其他国家如何处置 酒驾至人与死的呢 在香港可处十年徒刑 而且科大约是 新台币19万2000元的罚款 如果血液酒精浓度 高达0.15% 又可以加重监禁到15年 至于日本可以处一年以上 2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而加拿大更重的 最高可处到无期徒刑 最重的是美国 他们可以用二级谋杀罪来起诉 最高可处死刑 相较于国外的刑责 台湾的刑度一直被诟病 太轻了 虽然去年11月 女消防队员赖文利 因执行时被酒驾撞到而截肢 内法院立刻进行修法 但是酒驾致死的悲剧 还是不断的发生 所以今年法务部交通部 又联手修法 酒驾致死的刑度 将从三年起跳 最高也加重到十年的徒刑 甚至未来还可能效法 日本实施连坐法 对每一个乘客开罚3000块钱 这个法还没有定案 国内酒驾肇事死亡率最高的 台东县 警方干脆主动出击 深入到部落社区与餐厅 加强宣导酒后不开车 希望每位庸路人都能够平安回家 几杯黄汤下肚之后 坐上驾驶座 受伤的或许不只是自己 还可能造成无辜的人 永远回不了家 人口仅22万的台东县 去年度的酒驾肇事死亡率 高居全台之冠 为了恶足酒驾肇事 除了夜间加强酒侧零件 考量当地居民 台天便喜爱小卓的民情 台东县警局干脆主动出击 结合志工深入民间社区 还挨家挨户地积极劝导 我们是交通队的安全宣导小组 借给我两分钟就好了 入夜之后更是重服戏 宣导目标锁定卡拉OK 还有餐厅 去年10月 新北市女消防队员赖文利 执行时被酒驾民众 撞断腿被迫截肢 尽管立法院于去年11月 以修法加重刑责 但赖文利却不是最后一个 酒驾受害者 酒驾害命的故事 几乎天天上演 社会上要求重城酒驾的声浪四起 行政院也在10月4号 通过了法务部的刑法修正草案 酒驾致死从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加重为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至于酒驾造成他人重伤 修正后最重刑责 也从五年提高到七年 而且酒测时 只要酒精浓度达到每公升0.55毫克 或协议中酒精浓度达到0.11以上 就一定要坐牢 不是原本只要拘役或罚钱就能表示 另外交通部也提出了俗称的连坐法 如果知道驾驶酒驾 不加以劝阻还照样搭车 乘客一个人开发三千 证定这样子的条文 并不是说要去处罚这个乘客 这个人有这个种喝酒 你就不要去搭他的车 让自己自身于这种酒驾 高风险造势的一个环境中 赋予同车友人防治酒驾的义务 或许可以大大降低酒驾发声 只是执法层面困难不少 不要你爸爸开车你是儿子 你怎么去劝阻你爸爸 劝阻你阿公 这是大问题 第二个 全车都醉了 那是不是全车都处罚吗 这好像在查证上也有相当的难度 而过去对酒驾累贩并没有加重处罚 但将来五年之内如果有两次酒驾 处罚金额将从现行的六万元提高到九万元 交通部的修法也针对实验驾驶 新手驾驶和无照驾驶 酒精浓度限制的标准 将从每公升的0.25毫克 严格性作为0.15毫克 新手驾驶应该有一些驾驶习惯 在这个阶段建立起来的话 那我想说对于儿后 它正确的安全驾驶行为是蛮有帮助的 法务部和交通部联手重城酒驾 只是最后还是要经过立法院修法这一关 才能上路 然而祭出重点 显然是防范酒驾的必要之二了 酒驾就像开着杀人武器一样横冲直撞 让庸路人无法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一失足就是千古恨 请尊重生命 改掉贪悲劝酒的文化 我们人都当戒胜面对 更多新闻 马上回来 好了 稍后的新闻重点 还要带你掌握是经济不紧切的情况之下 该如何省钱呢 既然有人很厉害 靠着折价券呢 他办一场婚礼 最后只花了台币八万元就搞定 那么同时还要带你来掌握的另外一个讯息呢 是在鬼屋这边 哇 我们看到游客惊吓的瞬间 全部都被拍了下来 而这些照片PO了出来之后 让游客好气又好笑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